吹呀吹呀,这就吹到10万订阅了 本来想专门做期视频聊聊感想 感谢感谢大家 构思了很久 想着如何才能不着痕迹的凡尔赛一把 然后不小心看到了李子柒的频道数据 人家有几个礼拜订阅增长显示为0 为啥呢 因为她的周订阅增长最小显示单位是10万 咱们上一期刚好嘲讽了下女权 回头一看,全华语圈视频主的 都被几个女大佬给按在地上摩擦 瞬间觉得索然无味 算了,等我再多上李子柒一个礼拜的订阅 我再专门做期视频吧 不过10万的订阅总归是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了 咱们还是要讲点不一样的 今天就不教育各国的领导人了 给他们翻个架 来聊聊我的事 想了个听起来特别凡尔赛的话题 如何在30岁前在新加坡拥有两套自己的房 没错,哥就是拥有两套房的男人 其实不算凡尔赛 听我说完你就会发现许多人其实都能做到 并不需要有特殊的能力 网上有段时间特别流行一些教你如何在家躺着赚钱的视频 傻逼一点的有教你去一些网站上上传照片 说没有一次点击就能分多少钱 其实就是个骗傻子的网站 稍微高端点的可以去一些freelancer的网站接单 然后去另外一个freelancer的网站上找人低价做 逻辑上听起来是可行的 毕竟美国也搞过人工智能写程序 结果是发去印度找程序员做的 但是问题是人家那个是骗大钱的 freelancer的那个差价能有几个钱 而且既要舔老板又要安抚下家 接一单的利润也不够 还得同时接几单一起做 然后你就会发现 我他妈为什么不去找一份项目管理的工作 钱拿的多还没那么累 还有一种听起来比较靠谱的赚钱的办法 叫法很多 大体的意思就是把你的收入分成几份 一份吃饭 一份存起来 一份做低风险投资 一份做高风险投资 总之就是进行组合投资 问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怎么知道一项投资的风险和回报到底是多少呢 像我妈确实是把一部分钱存理财了 但是前两年买了不少传销类的保健品 理论上来说不但能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还可以做功德 推广给别人顺便赚些钱 结果是算上理财的利息 年收益在-20%-50%之间徘徊 我仔细想了下 既然网上有挺多这类天马行空的赚钱流 不如小岛我就来介绍下田园流赚钱买房法 来聊聊作为一个我这样的普通人 要怎么不靠外部的帮助 尽早买上两套房 买房就得攒首付 攒首付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技能 很普通 但是许多80后90后做不到 就是平时别浪费 千万别跟我说年轻人要多想着怎么赚钱 你也知道你年轻 年轻你有个屁的能力赚钱 赚钱这事至少要先沉淀个几年 学习一段时间 千万别信那些年少有成的人的忽悠 他们的成功都是很难复制的 在中国你见的比较多 单纯就是因为中国人多而已 中国有14亿人 假设有4亿年轻人 万里挑一那也是4万 你看得上眼年少有纯的人有4万个吧 多少人连贾跃亭 孙宇晨 王思聪看不上眼 好吧 我也是有点看不上思聪哥 我叫你生爸爸你敢答应吗 我就假设普通人看得上一般的万里挑一的人吧 万里挑一是个啥概念的 最简单的算法就是能上清华北大 我为什麽不上清华 是因为我不喜欢吗 嗯 是 其实在各个行业里 要做到万里挑一的难度 并不比进入这些名校容易 互联网的发达 让我们以为自己和成功人士靠得很近 觉得自己连马云都能批评下 马云手底下的那帮人就更算不得什麽了 其实不怕打击各位 正常人离阿里巴巴的一个普通员工 都有很远的距离 但是我们的消费官有时候真的就追上这帮人了 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做例子 我们的工资基本是比较透明的 刚毕业的学生薪水就是在3500新币左右 也就是18000人民币 上下浮动个10% 当然那种坐直升机去离岸钻井平台上班的幸运儿 咱们就不谈了 我们今天只说普通人 大家的收入就在这裏 可是我们的生活质量 起码从朋友圈和Facebook上看 差别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我的一个同学 职位和我是差不了多少 但是每周都可以看到他的朋友圈和Facebook 更新各种在高档餐厅吃饭的照片 有时候周末一些廉价航空打折 或者搞个一元购什麽的 他还会飞去曼谷或者香港之类的城市休息个两天 要说以我们的收入能不能消费得起 勉强是可以的 但是要想有存款就很难了 当然我不是说他这样的消费不对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消费观 只是说如果你想要尽快有自己的大额不动产 那就有些困难了 假设一个月收入是4000 花2000就能存2000 再多花一千就只能存一千了 可是从存款额上来看 这个就差了一倍 即使我们假设存款完全不会增值 三五年后两者的存款也已经差小半桃房的所付了 而大家必须知道 25岁时的10万和65岁时的10万不是一个概念 25岁的10万 每年5%的收益 65岁的时候就是70万 65岁的10万你就傻也别想了 花吧 我当然不是要建议大家每天在家吃土 只是建议尽量不要过度消费 这比看什么赚钱攻略的都好用 如果说问题不在你这边 下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无意中打开你倒戈的视频 还有一项大消费 可能也是需要夫妻间乃至和父母间沟通下的 就是孩子 长辈可能会说趁着年轻赶紧要一个孩子 奉劝各位 一定要量力而行 孩子既然生出来了 就一定要对他们负责 要负责就得花钱 要花钱你就省不下来钱 省不下来钱你就永远滚不出血球的那第一下 绝不是要和新加坡政府的倡导唱反调 咱们确实要为新加坡人口乃至整体华人人口做贡献 但是这个贡献可以晚一点 等你已经有了一些钱了 而且开始钱生钱的时候才去考虑 会更加的现实 千万不要为了省几块钱的保险费而追悔莫及 拿我做例子 我是在买完第一套房后才生的孩子 其实我和我老婆还想再晚点的 也不知道是因为身体太好 还是莫非定律 刚停交保险就出了事故 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省钱 你是不是以为我接着会说怎么投资了 错 第二点 好好工作 很多人每天都钻研怎么投资怎么理财 可能确实可以赚到一些钱 但是回过头来你会发现 让你赚最多钱的依然是你的工作 即使像我这样喜欢研究研究股票的 我的投资收入依然不超过工作收入的20% 但是怎么好好工作也是有讲究的 好好工作不是说每天996 别人下班了你还继续待在公司里不走的 鸡汤和毒鸡汤什么的 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 我只想说在新加坡这种社会阶级已经比较固化的社会 不久的将来我相信中国的一线城市可能也会如此 升职加薪已经不完全和能力挂钩了 以前中国那种英雄不问出处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少 即使升职加薪完全和能力挂钩 那种变化的速度也绝对不会像以前那么快了 你的升职加薪许多时候看着你干活的老板根本做不了主的 一个升职也许需要好几个层级以上的老板点头才行 所以你得入大老板的眼 大老板欣赏你 你给你老板两耳瓜子 他都不敢给你个低评级的 像前段时间有个硅谷的中国工程师被印度老板欺负 最后亲身的事情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阿三把他给捏的死死的 他根本没有能力越级和大老板交流 不然不至于亲身 要怎么样才能入大老板的眼呢 做重要的project 什么叫重要的project呢 大老板在看的project 你哪怕是抹厕所的 也尽量去抹总裁的厕所 就算把员工厕所抹的干净到能舔也没有用 那些什么日本清洁工喝厕所里的水来验收的机舱 你听听就好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人 当然很多人肯定要说 这个谁不知道呢 怎么才能拿到这种project呢 请站在老板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老板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完成比较复杂的项目呢 欢迎大家也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 一个当然是从专业的角度 老板需要能实际干活的人 这个涉及到专业能力 我不能给太多的建议 另外一个就是你专业之外的一些素质了 老板需要人帮他汇总信息 需要人替他做数据分析 还要人能够建议并且帮助他合理的使用资源 简单的说就是在专业之外 他们需要一个人拥有项目管理 数据以及信息分析 还有做PPT的能力 怎么练呢 大家就自己想办法了 我来给大家解决一下 老板不知道你有这个能力的问题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考试机器 我给各位清纸条最简单的名录 考证 项目管理你就可以考个PMP 数据分析可以考个Linsic Sigma 刚入职的时候可以考Green Belt 经验多了之后可以考Black Belt 做上老板之后可以考Master Black Belt 千万别怕花钱 一定要读最正规全世界都认证的那种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证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有了足够多的在学历外的证书 在大家同等技术水平的情况下 你被点价的概率将会极大增加 而获得这些证书的难度有多大 绝对不会超过大学一学期所要付出的心血 可是我看到的是 许多人在上学的时候非常勤奋刻苦 但是到了工作的时候 却只注重工作 而放弃了继续学习的脚步 然而这个才是真正拉开大家差距的地方 这些证书其实也不仅仅是证 这些学科不但会教你知识 更重要的是会教你许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如何给项目里的每一个参与方画像 如何更好的分割项目时间 如何在PPT里把需求翻译成老板 看得懂的$ 天才们当然不需要刻意的训练就能做到 但是这些训练却能极大提高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的能力 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发现 你的升职和加薪会比别人更好 再不记忆你也会发现 在简历上加上这些证书 猎头找你的频率会明显的增加 这个是我第二点想说的 与其说是在工作里多赚钱 不如说是多投资自己 让老板不得不给你加薪 强调一下 投资自己不是让你去听成功学、打鸡学 或者买化妆品的 而是买些正儿八经的证书 学会了省钱 工资每年也有不错的增幅 这个时候我们才终于有资格考虑考虑怎么给存款增值下了 前面说的 把资金分成几份 对应各种不同风险的投资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很有道理 因为这些作者其实就是把大型基金的投资理念 套用到了普通人的投资上 大基金通常都会通过对不同类型的股票 期权进行合理的分配 寻找风险和利润搭配的最佳区间 如果作为一个散户 你手上有个千八百万 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攒钱买房子 那你一定要仔细想想 你他们连首付都没凑够 你考虑啥配比 年轻时在资金量不大的时候 根本没有必要做风险对冲 你只需要找到一个风险不大 比理财回报率高的投资就够了 我的追求就是每年5%-10% 如果碰上像去年的股灾开始逃的够快 还能够把回报率预期再提高提高 经常有观众嘲讽我的预测能力 说只要跟我股票反着买 别处靠大海 我也就是在RCEP那期里 讲中国的基建类股票能涨给说错了 但是这能怪我吗 巴菲特来A股 那也是让他二师兄进大师兄出 A股根本就不是思维正常的人能玩好的 而且A股我也真的是硬着头皮预测下 我自从见识了张字岛之后 A股那就真的是一股也没有了 那么买股票有没有可能稳定的赚钱呢 有 我给大家推荐下我的买法 非常简单 而且风险比较低 我只买两样东西 一个是新加坡的DBS 一个是美国的大盘指数 不使用任何杠杆 大家看这是DBS20年来的股价 一直在10块到25块这个区间徘徊 DBS作为新加坡最大的银行 只要港口没有从新加坡搬走 就不会垮 几乎无论在什么时候被套上了 哪怕不做任何动作 两三年内也必然会回本 而且DBS每年都会持续并且稳定的分红 年分红都在3%到5%之间 光这个分红就已经比理财要高了 基本上只要你不在25这种位置买进 不会有任何的风险 另外就是美股了 我不建议大家花太多的时间去研究股票 就这么点钱不值得 最好的办法就是买美股的大盘指数 大家直接买标普500的基金就好了 所谓的标普500就是美股里最强的 或者大家觉得有潜力成为最强的500个大公司 标普500的基金主要会配置这些大公司的股票 大家看这个是10年标普500的走势 基本上年收益10%左右 美国的股市其实和中国的房市一样 就是一个资金的蓄水池 这些年美国大放水 放出来的水一大部分必然会流向股市 2019年光标普500的公司们 就回过了将近5000亿美元的股票 钱多到没处用 而美元作为世界通用的货币 绑定了石油和各种贵金属 又有几十艘航母作为后盾 一时半会还不会垮 所以虽然美国的经济非常差 只要市场上的总体资金在增加 大盘就还是会涨 一群对经济的影响和次贷危机时 资金的淹没是不同的 有些朋友可能没有买过新加坡和美国的股票 如果想买要怎么买呢 以前的话最好的办法是找本地券商 但是我不得不吐槽下本地的券商 我用的是OCBC的 见面烂到我以为回到了中国的初中时候 那个时候用的是Windows98 关键是手续费惊人 一次操作至少要收25 一买一卖就是50 还有杂七杂八的手续费 而且你能想象吗 一把买5万新币的股票 还是手续费最贵的一级 新加坡的券商就是这么好狠 不过这几年互联网券商崛起的比较快 比如说美国的盈透 中国的老虎 最近又有一家券商公司要登陆新加坡了 马化腾马爸爸的亲儿子富途牛牛 这家公司就很腾讯了 简单的介绍下 一年免佣金 香港的用户注册成功系统 直接送一股推特股票 新加坡的用户注册成功之后 送一股苹果股票 这个点砸的 甩当年的Uber和Grab一条街 链接我会放在下面介绍栏里 3月8号之前这个链接一定还有效 后续是否还有效 我会在简介栏里更新 马爸爸这个就是有点低估了 我新加坡人民浩羊毛的能力了 相信不久后马爸爸就会发现 原来新加坡居然有这么多90岁老人 也对美股很感兴趣 遥想当年我被公司派回上海出差了一个月 回来做Uber真的是有些不习惯了 网约车你凭什么收我的钱 不是应该运营商付钱的吗 总的来说新加坡的DBS 或者其他高分红的蓝筹股 都是风险很低的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 可以只买新加坡的蓝筹 如果看到美股跌了 觉得有机会 可以稍微冒一点险 直接去买标普500 标普500风险略大 因为美股泡沫有些大了 说还是一个风险不太高 但是回报率很高的投资 大陆的观众你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风险 你周围的任何投资 基本风险都比这个大多了 你只要考虑怎么在香港开户头而已 说了这么多 咱们还没说怎么买房呢 其实在新加坡夫妻两个想要买一套政府组屋 还是很容易的 但是政府组屋产权还是属于政府 而且配套设施还是不能和私人公寓比 最大的问题是组屋必须年轻夫妻两个人一起买 买完之后你还想买第二套 那就得交15%的税了 所以我的目标应该是夫妻两个人 一人买一套私人公寓 而且也尽量买贵的 因为只有首套房不用多交税 这里的难点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首付 第二是一个人买房就只能用一个人的贷款 贷款的额度大概率无法覆盖75%的房价 首付的问题在第一套房时问题其实不大 夫妻两个人存了几年钱 再加上公积经理的钱大概勉强是够的 难点在于贷款的额度 一般最多相当于10年的工资 我当时买房的时候就遇到了尴尬的情况 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买第一套房的时候我用了一个比较笨的办法 就是存款证明 在银行贷款审核和交首付之间有个时间差 所以我们可以把首付的那部分钱 当成存款给银行看 但是银行也知道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也搞了个见招 就是如果你只是存新币 那么在你交完首付之后 还得再给银行看一次存款 要是只想被审一次也可以 你存美金 所以我能怎么办呢 我只得把我的首付先换成美金 贷款一过再换成新币交首付 手指点两次 银行就赚了几千块 所以说买DBS的股票真的是没错 拿到房后我没有住 而是直接把房子租出去了 自己接着租组屋 这个里面差好几千的 为了第二套房还是要忍一忍的 这里我给各位算一个账 为什么买房很划算 最近两年贷款利率一直很低 我现在房子的贷款利率是1.25% 房租的回报率是3.5% 首付只有25% 相当于多了一个三倍的杠杆 也就是在房租上 其实我就有了差不多9%的回报 这个回报率会随着我偿还贷款的增加而减少 因为杠杆一直在慢慢减少 但是新加坡的房价 每年还是会有稳定的2%-3%的增长 去年疫情大放水 房价直接涨了5% 算上杠杆加上房租 这个平均回报率肯定是超过10%不少了 而且根本不用花心思 另外买完第一套房 除了首付的这部分钱 每个月我的现金不会减少 反而还会增加 因为房租加上公积金 已经超过了每个月的还款额度了 买房既然这么划算 我当然想买第二套房了 而且是越快越好,越贵越好 我的第二套房和第一套房之间只隔了两年 虽然我们的收入也在增加 但是想在两年内攒出首付还是不现实的 这个时候就要用一些金融工具了 为什么前面几期谈蚂蚁金服的视频 大家觉得我在为马云说话呢 因为我也用了类似的金融杠杆 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下 除非你要买房子的地方非常稳定 你自己的未来可惜 不然千万不要用金融杠杆 新加坡的金融服务还是比较便捷和正规的 我用了个很简单的办法 信用卡的balance transfer 相当于短期贷款 新加坡每个银行的信用卡 最高可以transfer你月工资的4倍 利率差不多是6个月1.5% 几张信用卡一申请 都不用向朋友开口了 直接首付搞定 这次的贷款就更简单 在银行的朋友告诉了我们一个办法 既然我们还是打算以投资为主 那麽可以买带有租房合同的房子 合约里租金的60%可以算成工资 这样连存款证明都不需要 贷款的额度就直接够了 于是磕磕磕磕磕我们家在新加坡 就有了两套私人公寓 即使我还是个屌丝 还住在祖屋里 大概算了算 我还需要个5年才能搬进我自己的房子 总结下我今天讲的内容 在新加坡买房子是个很划算的投资 各种房地产公司如果需要打广告 请一定要通知你小岛地 我这个解说是不是比某些中介给力的多 呵呵 其次在新加坡以及一些金融比较发达的城市 并不需要你掌握太多的现金 就可以买到自己的房子 当然要不要买还是需要考虑一下当地的政府监管 以及城市本身的潜力 最重要的是 如果想要尽早买房 那就得远离金志穷,好好工作 然后顺便点点小岛的链接 让我早点搬进自己的房子 感谢观众